大家好,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台股做一个震荡的压回 中场指数下跌90几点 那整个成交量它并没有做扩大动作 就技术形态上面来看 今天是属于一个回撤 那么刚好低点来到月线附近 那么我们在上上个礼拜之前 跟大家谈论过说 当转折时间到 其实在整个不管是中国 双降的四季也好 或者是欧洲的整个ECP 准备做宽松也好 那么造就这一波台股 连续涨了18天 连续涨了18天 但是到末端的时候 稍微有一些调节的卖压出来 那么调节的过程里面 会造成指数的下压 当然也是一个 我们之前讲过说 比较弱势的股票 你必须要做一个转换了 提早两天讲 那么今天有些股票 它是走势相对弱的 你今天以指数上面来看 那么大盘在压回的过程里面 今天是由电子股做领军 但是等一下我会解析说 你该怎么去看这些电子股 那么当然很多人手上 大部分的股票会是电子股 我也希望你把整个产业趋势给看清楚 因为过去两天我们不断的比较说 同样是高价股 那么为什么这一波 不管是汽车类股也好 或者是升级类股也好 同样是高价股 它们的涨势这么的凶悍 有超越大盘 但是有些电子股包含了红准 包含了可乘 这几个月它的走势却是相对疲弱 如果你没有跟上行情 要好好的把握这一波的调整时间 当然我测标有险 我们第二波的操作 从中九节过后到今天 做第二波的 持股上面的调整 跟资金上面的配置 那原因还是要送给大家这句话 来 你如何变成一个赢家 你要从分析 规划 到纪律 这三件事情你要常常做好 每天都要做好 你在股票市场里面 才能够长胜 我写长胜 我不讲全胜 因为在股票市场里面 即使连巴菲特 他都没有办法 每一次出手都赢 怎么可能会有全胜这种东西 对不对 所以 如果 一个行情的规划里面 就好像 你行情规划对了 你产业规划对了 但是如果个股上面 有任何的问题 我都认为说 你该执行纪律的时候就把它执行掉 这是我的原则 所以 你看我的节目应该是跟别人不太一样了 就是 我不会在这个行情里面硬要去找 硬要去找 可以让你去布局的低档转强股 我认为 该出手的时候你就出手 但是该调整的时候你就调整 现在我相信 比较多的投资人是比较担心 自己手上的这些电子股该怎么办 所以我今天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这一块 来 所以我们先把大盘给谈完 为什么这一波要这样子看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在9月18号的时候谈过一件事情 当时台股连涨4周嘛 那当时的灯光好 气氛也佳 可是我当时提醒过你 我说日线来到21日的转折 周线会不会连涨5周 我打问号 对不对 那么如果他发生一个右脚回撤 我就告诉你这是一个确认上升的斜率 当时我用周线的角度来看 这边直吻往上反弹到第8周 会有3周的回撤 当时有没有回撤 当时台股他真的回撤了 对不对 那回撤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看空了 因为台股当时来到月季线的附近嘛 如果你在这边看空了 你后面没有办法跟上行情 因为台股往上涨 所以我反而告诉你 拉回来是让强势的股票 尤其是升级跟汽车 往上出发 对不对 所以后面你也证明 真的 一直到现在进入第四季了 升级跟汽车绝对是主战场 绝对是主战场 那么上涨到第8周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说要不要突破嘎空点 必须由量来决定 不是吗 主流股还是在升级跟汽车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今天会有很多人比较担心 因为这个礼拜台股是有创新高的 它是有创新高的 那么从低档直吻 7203点涨到这个礼拜刚好第10周 它并没有进入费式系数的转折区间 但是它就往下回了 对不对 当然很多人会讲说今天是因为 磨胎值的结算 我也不分认同 但是我认为说就整个结构上面来看 周线上面它本来就要做一个回撤 没有一路跑都不休息的 跑马拉松你也要半路稍微跑半一点喝个水 不是吗 所以这波的往上走的行情里面 我认为如果它在往上走的过程里面 跟前一波的规律一样 只是这波的角度比较陡 所以它震荡的幅度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它如果来到这个上升趋势线 就应该做直吻 这是就周线的角度 这边的看法跟这边的看法其实是一样的 正如同我之前讲说这边就等于这边 所以这一波涨上去之后要记得 回撤的过程里面一样是多方控盘 那么你要把握转换 听好我讲慢一点 你要把握补空翻多的时间 跟太弱买主流 等一下我讲太弱这个部分 主流在哪里 我的看法没有变 就是生计跟汽车 但是接下来你还该怎么处理所上的股票 这个才是重点 来所以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在9月11号的时候谈过 我说大盘往上涨的过程里面 跌下来到涨上去 当时我们进行第一波的操作 很多人当时还惊鸿未定 对不对 但是这些强势股票 这已经往上出发了 后面台股来到季线 我说来到季线尊重他 但是不要怕他 我们是做第一波的获利落贷 对不对 后面中秋节之前压回 中秋节之后我告诉你 要往上攻 攻到哪里 8500点 所以这边开始进行第二波的操作 后面涨到第13天 我说方向有两种 但是台股还是会来到这里 对不对 结果他选择第一种 涨到第17天来碰到这个下降 来到这个反压区 我说反压区要不要过看量 但是他如果没有量 那么就要小心 他会往下做一个回撤月线的动作 事后你证明真的 11月27号我讲筹码 对不对 今天往下回 来到月线附近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月线会不会直稳 其实就目前的量能角度来看 随时可以直稳 我讲随时 他只要不带量1000亿以上 去破这个月线 基本上你都可以把它视之为回撤 视之为回撤 但是结论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这一波我们遇到很多投资朋友 手上有部分的空单 那么看到这个盘晶晶涨 涨到这个礼拜还在创新高 他们都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做回补 我就大盘的指数来看 因为我不做期货 但是就个股来讲 当大盘回的时候 至少你不小心被嘎叨的股票 会比较有低点可以补 来 所以当台股做回撤 如果你从这一天开始算 其实今天是回撤的第四天 明天进入第五天 来到月线是关键 来到月线是关键 来 所以量小它不是一个转折 量小它不是一个转折 因为这个量 它并没有放大到1000亿 技术形态叫做回撤整理 所以短线你要进行持股上面的调整 避开弱势的电子股 正如同我们之前告诉过大家说 60分钟线很重要 台股这一波走上升旗行 上升旗行最大的原则就是什么 上升的轨道不要破 来 10月15号礼拜四 我说这个叫此归行情 既然叫此归行情 我画了三个缺口 后面因为 中国跟欧洲的关系 台股往上创高 但是我说 不补量就拉回 其实补缺口才是好事 我在10月20号讲的 因为这个叫背离 今天台股走到这个位置 确认二度背离 但是指标回到零轴 所以简单的来讲 它有两种走法 一种是拉平 这边的缺口都不管它 直接后面再往上创新高 另外一种是什么 直接往下拉 拉到哪里 把这些缺口都补完 然后再往上走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必须要去等 第一个 如果你是做多单的 手上的股票转落了 你要当断折断 你去等 资金抽回来之后 主流拉回的买点 但是我奉献你一句话 你调整的过程里面 你手脚要开始快了 因为过去两天 我们在讲的时候 很多人搞不清楚为什么 今天回过头来看 真的 那这些沟票像红准 像这些股票 这波台股上去 他们都没份 反而现在是 在往下做一个 短线破低点的动作 所以动作要快 动作要快 那么去交代我们今天 操作 因为我今天有让股票 走势相对弱 它是4739的康普 那么 康普今天早上出了一个利空 其实不是一个 是两个 来 这是他今天的报纸 康普4739 今天发出重大的讯息 说 公司的员工 利用植物之便 倒卖镊粉 那么 公司损失约3300万 这个消息一出来 今天 康普是开低 盘中重挫 我对他的看法 有两个 第一个 这个叫内控不佳 这个叫内控不佳 怎么会让一个员工 卖了3000万的涅粉 然后自己公司后面才知道 第二个 是有关于外报的新闻 Tesla证实将与 韩国LG LG电子旗下的电池厂 合作生产 所谓的电池 这个地方会不会造成 日本松下电器 就是目前来讲 日本松下电器 是唯一供应给Tesla的电池商 那么会不会有一个换 或者是把柄分割的疑虑 这是第二个点 所以这篇消息出来之后 造成今天 康普往下跌 那技术形态上面 本来好好的整理平台 被跌破了 所以我的动作是什么 我们在这边告诉大家 39块半的康普 回测月线的康普 当时在44块半对不对 但是今天开低 你就该做动作 因为不管是技术形态 或者是场面的利空 或者是我最care的 叫内控不佳 开低之后就当断折断 我常常讲 我们按照我们的规划来做 我不是一个标榜 我天天可以给你掌天板的老师 但是站在我的立场 如果一档股票一个产业 它的走势 它的技术形态 或者它的抽码 不如我原先的规划 那么我就该做动作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当你遇到一个转折的时候 你能不能把资金抽回来 这个很重要 就好像我今天去交代 我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回过头来想 真的耶 在多头市场里面 怎么自己在挑股票的过程 没有办法去挑到主流中的主流 然后最会涨的股票 我说很多人 我今天讲的 当断折断执行纪律 其实很多人做不到 如何在股票市场里面常胜 我认为分析规划跟纪律 当你的分析 当你的规划 股票的走势不如你欲取 那你就执行纪律 这就是我的原则 所以我最近 尤其是我昨天再讲到这一档 电子股的时候 来 联发科 那么今天他又创了一个短波段 又压回来 对不对 那我在讲他的时候 其实今天有一篇报纸也是写出来 这是外资写的 这我不是拿来当研究报告 我是在告诉你 当外资告诉你 联发科遭遇了包含新型市场 避别波动的影响 需求紧缩 或者是高阶 不用追 整张就好 或者是高阶 中低阶的晶片 分别面临高通跟展讯的价格竞争 或者是什么 iPhone6卖得太好 在中国卖得太好 那么他讲这三个理由告诉你 联发科会比较不好 那我的结论不是这样子 我说当你看到这一篇的时候 已经错了 因为不要为了下跌找理由 不断强大的中国IC产业 它才是关键 所以这一波很多人在看电子股 尤其是高价股 你该断的时间你没断掉 其实就会很辛苦 当然我今天 针对我会员的手上的股票 我要讲一声抱歉 因为我真的不是标榜 天天可以让你赚掌停板的分析师 我只是一个层层肯肯去分析 一档股票一个产业 然后他有这些利空 对我来讲我是最不愿意的 因为你去讲说 我怎么能够预测到说 他的员工竟然可以去 竟然可以去倒卖3000万的孽粉 这个我真的很无奈 我也跟会员说一声抱歉 但是我认为我还是做我的事情 就是你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打折 你获利预估可以打折 对不对 你的整个预估 跟你的航行规划你可以打折 但是我觉得 什么都可以打折的情况之下 只有一个东西叫不能打折 就是诚信 我认为这是我做节目的最根本 我做节目的最根本 如果我都不诚信了 那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一句话 全市场大概没有一个诚信的人 所以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回过头来看 回过头来看 大家记不记得我这一波在讲苹果概念股 我说不是我看不好他们 是股价他没有给我一个很亮丽的表现 我就不会建议你 不会建议你去持有这些股票 你记不记得我在11月20号讲过这件事 我说台股连续涨了这么多天 红准却往下破 806一点的低一点 我写两个字给你叫保重 对不对 对啦保重来 11月27号台股涨了19天 红准竟然来到这个位置 今天红准串了一个短波段新低点 那你如果手上有这档股票 你会不会开始很紧张呢 因为它如果再往下破 会跌破7203点的低点 你行情涨了 行情涨了这么多 1000多点你都没赚到就算了 竟然还套牢 现在还赔钱 不是吗 包含我在讲可诚 我不是看不好它 我是告诉你 这种股票可能涨不动 对不对 我给你这两个叫保重 对不对 技术形态叫破季线 而且三度破 我很少看到这种三度破季线的股票 可以V转 然后直接创新高了 我几乎看到那种例子非常少 非常少 所以当大盘今天往下做回撤 可诚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 这个位置的点早就跌破了 早就跌破了 所以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告诉你 我说 你要去买一档股票的未来 或者是你在操作高价股的过程 你必须要有一个决策 什么决策 当下你决定配置你的资金在哪一个方向 两个月过后天差地远 不是吗 所以等一下休息回来之后 我相信今天我讲 凭我概念股 电子股 很多人手上会有 那么我再多花一点点的时间 去带一些龙头的股票 我希望你能够吸收进去 你没有当然是最好 那么另外我会去交代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 我们的代表做的 那么我希望你 赶快跟我们线上助理做联络 谢谢他之后 我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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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气 水 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 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细细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体势能检测 体势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 体势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99 健康99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来回到现场 还是回到这句老话 请做好你自己的资产配置 决定躲换方向之后选好族群 然后下去布局个股 再来从细部调整 来扩大战果 我认为这才是根本之道 算股如今是要告诉你 你要去精算一个产业 未来一到两季的基本面变化 去精算筹码结构 跟市场的展望 然后你才能够去决定 这辆股票要不要留 要不要加码 把你自己的持股 浓缩到五档以内 你会很轻松 你会很轻松 我就举今天这个例子 很多人今天开始很紧张了 怎么外资这样子讲话 对不对 联发科 这叫马后炮 什么叫 我觉得iPhone卖的好 那本来就会好啊 可是问题是 怎么会为了股价下跌找理由 这个才是关键嘛 不是吗 中国IC产业会有强大的竞争 这个不是第一天的 所以这个趋势还没扭转之前 我认为你在操作联发科 都会很辛苦 那反过头来讲 iPhone在中国卖的很好 为什么这些股票涨不动 红准 11月20号我就提醒过你了 对不对 股价会落于大盘 一定有它的道理 今天破低点 我没有放空它 因为我还在做多 我只是告诉你 你该避开你就避开 当时我在讲的时候 很多人讲说半信半疑 对不对 来 可称 10月20号写两个字叫保重 是为了要提醒你 为了要提醒你 不是吗 三破季线的股票 不要看太好 不要看太好 今天可曾来到这个位置 大盘涨了这么多天 它已经来到这边了 那么大盘如果稍微震荡一下 你认为呢 你认为呢 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一个趋势产业 也就是说这一波在布局 个股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我这两天拿出这些字卡 很多人 真的 不管是后悔也好 懊恼也好 或者是说可惜也好 我们再比较红准过去这一个月 走这一个多月 跟建林这一个多月的行情 有没有 我们再比较 如果你当时买的是红准 跟你买的是浩鼎 这两个月的行情 差在哪里 天差地远 投资在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追求的就是效率不是吗 追求的就是纪律不是吗 当你一档股票卖不下手 就像上个礼拜你卖不下手红准 那如果是我 跟你说 你就有动力 对不对 我讲真的 所以很多人需要的是 有一个专业的人告诉你 然后帮助你做调整 这一波我们再看高价股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升级跟汽车 一样是第四季的主战场 但是极短线上 你要特别注意 来 2228建林 极短线上 你要特别注意 4174浩鼎 极短线上 你要特别注意 话 我带到这边 当然详细的状况 我们的会员最清楚 我们的会员最清楚 因为 我讲的每一句话 我常常讲说 实战记录 什么叫诚信 这个叫诚信 五档以内轮流操作 同一档股票 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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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都在看 所以 我认为接下来 尤其是接下来这几天 顺利的话 当然台股可以 度过这一波的震荡 但是如果不顺利 你会变得很紧张 我不希望你在紧张的过程里面 去做任何的决定 在还没来到之前 好好的去调整自己手上的股票 正如同我们第二波的规划一样 如果你资金雄厚的 这波你验证了我们百元俱乐部 价差的实战记录 我欢迎你 跟我们线上助理做联络 一同调整自己手上的股票 把弱股 泰化完毕之后 准备布局主流 有需要的地方 请跟我们线上助理做联络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韭西 帅 权 極 满 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